所以我們下一個topic 下一個這個section就在講說 對於真實物質來說 這個PVT之間的關係長什麼樣子 PVT的關係長什麼樣子 這個PVT之間的關係 常常被叫做volumetric的狀態方程式 equation of state volumetric狀態方程式 它會被叫volumetric的狀態方程式 的原因就是你的 我們通常去把有一種原因 是因為我把這個壓力寫成 是這個體積的函數 那這個volumetric equation of state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這個ideal guess law ideal guess law 你如果去wikipedia去查 就是這個完整的式子 應該是這樣子 它是PV等於RT 這個式子被寫成這樣 它是好幾個定律合在一起 然後P跟T乘正比 然後這個V跟T乘正比 然後PV乘反比 反而有好幾個定律 然後第一個人好像是叫Klepian 他在1834年的時候 他把這些各自的實驗的結果 把它合併再成一個這樣的式子 這在1834年出現 這我在wikipedia上面看到 1834年 離現在其實也沒有多遠 100多年前而已 那你們都知道這個狀態方程式 它的缺點就是 它只能描述氣體嘛 它看不到氣意的變化嘛 那個氣體本來理論上 你把它一直壓縮壓縮 它應該會產生異象出來 可是理想氣體是不會的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發現 我把這個東西 他把這個東西改一改 可以看到異象的那個人叫Vandewald 這大家知道嗎 Vandewald狀態方程式 長什麼樣子知道嗎 因為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它有兩個基本假設嘛 第一個就是分子不佔 分子的體積不佔 就是可以被忽略不計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呢 分子之間沒有作用力 就是分子跟分子之間距離很遠 讓他們的作用力可以被忽略不計 它是這兩大假設對不對 那Vandewald 就是說那我把這兩個因素呢 把它放回我的式子裡面 就是說這個是分子的大小 分子的體積 就是這個是分子的體積 那你為什麼用減的呢 就是說我的分子 就是我的系統裡面真正剩下的空間 可以讓分子去運動的 好像是我的總體積減掉分子佔據的體積 就剩下的體積才是分子可以運動的範圍 所以他就把它減掉 另外一個這一個呢是分子的作用力 分子間的作用力 他想說那我把分子間的作用力也考慮進來 分子間的作用力 因為如果你考慮像是這個Argon這種 就是分子間靠近的時候其實都是相吸的 你把這個相吸的力考慮進來 你會覺得他的這個壓力應該是要變小 系統的這個壓力是變小 所以他這個是減掉一個東西 他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來以後 就可以發生這個凝結的現象 就是你的狀態發生的字 就可以描述那個氣憶的變化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你如果看這個PV的項圖 理論上理想氣體是不是會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這兩個是那個雙曲線的樣子 那你如果是Vanderthal Equation of State 在某個溫度底下這條線會變這樣 就高溫的時候它還是長這樣 在低溫的時候它會變這樣 低溫的時候它就變成這個三次式的樣子 那三次式我們之後會講 就是說這個就會造成 你在低溫的體積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這條線 高溫的體積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這條線 那這邊就是氣液的轉變 所以也就是你如果氣體把它壓壓 加到這邊它會凝結成液體 然後變走這條線這樣 就這個狀態方程是 它的PVT之間的關係變成這樣 三次式 然後就會產生這個可能性 就是從氣象直接跳到液象這樣 那它這個工作是得到諾貝爾獎 這得到諾貝爾獎 在11873年 它提出的是後來就得到諾貝爾獎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關係是 是非常重要的 這種狀態方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對於我們了解這個物質 為什麼會有相變化是很關鍵 這個狀態方程是大家看過嗎 有聽過吧 你知道這個拿到諾貝爾獎嗎 不知道 那你知道這個狀態方程的問題是什麼嗎 就是它的重要突破就是 終於可以描述這個凝結 就是物質的凝結 condensation的現象 而且可以知道這個condensation的現象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分子其實是有體積的 還有分子之間是有作用力的 考慮這兩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凝結的現象 所以它是它的貢獻 可是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問題就是它不是很準 它除了惰性氣體 亥乃雅克三東以外 其他東西大概都算不準 都算不準 所以才會後面又跑出新的 那個狀態方程式 像我們畫工比較常 其實這個狀態方程式 你如果用Google去查 可以看到幾十種 上百種的狀態方程式 可是真的我們畫工常用的 並沒有太多 所以下一個常用的是這個 Redlich跟Kwong 他們提出來 再把這個Vanduart equation of state做一點修正 那它的修正是這個樣子 他們的修正是這樣子 他們的修正是把這個Vanduart狀態方程式的後面這一項 把它改個樣子 改成這樣 A除上這個 根號T 然後這邊是 V平方把它變成這樣 那它怎麼知道要這樣子改 它怎麼知道要這樣改 其實那個時候應該都是經驗式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 各位如果有機會上那個統計力學的課的時候 或是統計熱力學的時候 熱力學課的時候 就會去講說 這些狀態方程式為什麼可以長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不同狀態方程式之間 它們的差異實際在哪裡 這個意思就是說 要導出這個狀態方程式是可能的 就要導出狀態方程式是可能的 不過要靠統計力學 然後這個狀態方程式 其實那個時候應該是石油化學工業開始發展 那你那個油跟氣的 你要去描述你那個process 挖油跟氣體這些氣體 你那些熱跟能量之間關係 需要一個狀態方程式 所以Reddish Crong就是 特別針對Hydro Carbon 去把Vanual Equation of State做這個改變 然後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然後這個 這個人叫Solvay 這個人在把 後來又把這個狀態方程式做一點改變 讓它變得更準 其實越往下就是越來越準 那它的做法就是說 那這邊的溫度 不要直接是處理根號T 而是一個溫度的這個多項式 就在1972年的時候 而且它這個東西會對 應該是對短碳鏈的短碳鏈的這個Alcane 對特別準 特別準 現在我們比較常用了 包含各位在大四 或者是我們這頓課的後半段 或者接下來的課 比較常用的是這一個狀態方程式 Pen跟Robinson Pen Robinson的這個狀態方程式 它跟這個Srk的狀態方程式其實有 有一點像就是這個A都變成溫度的函數 然後這邊底下也變得不太一樣 這個Pen跟Robinson是就是指導教授跟博士生的關係 這個Pen他其實是一個華人 他常常來台灣 他今年也才剛來台灣待了六個月 他現在是在加拿大一個學校教書 所以他跟我們的關係還滿好的 然後有一年他來台大演講 就在講他的equation of state 然後我就舉手發問說 你怎麼知道要把你的狀態方程式改成這個樣子 就說你當年怎麼知道 他是怎麼想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 然後他的回答是說 那個時候 你看到之前的那個改 就是不去動這個 他都是把這個A的這個 就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讓他讓他變成是溫度的函數 然後最多 你能夠改到最好 大概就是SRK這個樣子 SRK的樣子 可是對常碳鏈 這個C5 這個就比較常碳鏈的這個系統 光改A都是改不好的 就是他也是不夠準 所以他好像是跟一個油公司有一個合作吧 然後他就用那時候用了電腦 PC開始越來越多人在用 所以他用電腦去試了一大堆 他就說他開始改這個底下的樣子 然後他發現這個可以讓 就是比較常碳鏈的這個 L-CAN可以做得更準 對他也是用就是用電腦去幫他算 試來試去發現這樣最好 那個是那個時候的方法 現在還有新的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去找到更好的這個狀態方程式 現在這個狀態方程式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很多 高分子用的 或是其他這種 各種奇怪的物質用的 長得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畫工裡面 主要還是都用這個 主要還是都用這個 主要還是都用這個的原因 是因為這些狀態方程式 從Vandewa一直到Pen Robinson 這邊少寫一個N 到Pen Robinson 這些狀態方程式 都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他們都叫做Cubic Equation of State 這Cubic Equation of Stat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狀態方程式 寫成Volume的三次式 就這些所有的狀態方程式 這些所有的狀態方程式 都可以寫成Volume的三次式 就是寫成比方說A 我不要用ABC 我也不要用AlphaBb 要寫 用什麼符號呢 寫XYZ好了 DEF好了 DV的三方 加上 EV的平方 加上 FV 再加G 就是他們都是Volume的三次式 Volume的三次式的公式 所以它叫做Cubic Equation of State Cubic Equation of State 這Cubic Equation of State有一個好處 Cubic Equation of State有一個好處 也就是 這個 這個解 就是有 就是有公式可以解 這個有公式可以解 Cubic Equation of State有公式可以解 然後它的根 就Volume的根最多就是三個 就是像這個的話 就是這個是一個根 這是第二個根 這是第三個根 最多就是三個根 最多就是三個解 那我們之後會講說 這個有意義的解 就是最外面這兩個 中間那個是沒有意義的解 所以在工程上面用這種 Cubic Equation of State 你在判別哪一個根是有意義的 是比較簡單 如果它在高溫下就只有一個根 那那個根就是有意義的解 在低溫下的時候 它會變成三個根 那就是左邊跟右邊 是有意義的解 中間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我們以後會講 為什麼這個沒有意義 那如果更複雜的狀態方程式 它可能不只三次 它可能是五次 五次的狀態方程式 它就有五個根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判別的困難 就是哪些根才是你要的 就會有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工程上面 我們 之後你在學那個程序設計 課的時候 用那個Aspin 裡面大概都是用 真的在做程序設計 大概還是在用Cubic Equation of State 所以一直到 這個是哪一年 我剛剛就寫了 1976年 之後 雖然還有很多 新的狀態方程式出來 可是在工程上面使用 大概都是用到這裡 除非你有特別的 那個需求 你需要用到更準的狀態方程式 課本裡面有寫 比方有20個Constant 或是30幾個Constant的狀態方程式 那個就特別需要 要不然我們在一般的畫工設計 大概都用到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就可以了 那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比較常見的形式 所以我剛剛才在想說 我這個符號用什麼 比較常見的形式是這樣子 我們去Define一個東西 叫做Compressibility 這個各位有聽過嗎 叫做Z 它是PB 它是PB 除算RT 這個Compressibility 有直平課有看到過嗎 還是沒有 第一次 有看過 就是我們比較習慣是 就是用Z Z它的意義通常就是體積的意思 因為我們通常在算這個的時候 就是 其實我 其實我剛剛應該這個 就Volume Equation of State 其實 其實有一個想法 它是把Volume 寫成這個Pt的函數 就Pt給的時候 然後我想要去看Volume Pt給定的時候 我想要去看Volume 所以我其實是要算Volume 就表示Volume越大 它就比較像氣體 Z小的時候 Volume就小 它就比較像液體 或固體 那如果我把這個式子 就是這種式子 改寫成這個樣子 可是我要把V寫成Z的話 這個式子通常會變成這樣 就AlphaZ三方 Z三方加AlphaZ平方 加BetaZ 再加Gamma 因為這個 領導係數這個D 可以把它除下來 除到 除掉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 所有的 Cubic Equation 就是這樣 所有的Cubic Equation 狀態方程式呢 都可以被表示成這樣子 然後那個AlphaBetaGamma 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課本有一個表 6.4.3 6.4.3 看一下我可能 Demonstrate這個給 看一下時間夠不夠 好像也不夠 那可能你自己 麻煩你自己看一下好了 你看課本 你看課本的一個table 6.4.3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不同的狀態方式 它是 它表長的是這樣 就是AlphaBetaGamma 然後這邊是Vanderwals Equation of State 這邊是SrK Equation of State 然後這邊是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它就告訴你這個 這個東西長什麼樣 好 我們來這個 針對最簡單的這個 Vanderwals Equation of State 來做這件事情 應該只能講到這邊 就要等一下課了 所以我們來說 Example 那Vanderwals Equation of State 就是P等於RT V-B 減掉A 除上V平方 然後我們要把它寫成 就是V的這個多項式 V的多項式 也就是把整個式通分嘛 那整個式通分就P 然後V-B 再乘上V平方 會等於RT V平方 減掉A 乘上V-B 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把它展開 然後再根據這個 V的這個次方數 把它重新寫 那我就會得到的式子 是這樣 就是PV三方 減掉P乘上B 加上RT V平方 再加上A乘上V 再減掉AB 等於0 就是你把它展開 然後再根據這個V的次方 重寫這樣 然後如果我把這個式子 每一項都乘這個P平方 除上RT三方 RT 你會發現第一項可以變成PV 除上RT的三方 減掉 第二項會是P除上B除上RT 加1 然後再乘上這個PV RT 再加上這個 這個好像也有一個平方 然後會等於0 然後這個就是Z 這個東西就是我的Z Z三方再減掉 這個東西的Z平方 再加上這個東西的Z 再減掉 再加上最後這個 會等於Z 然後這邊的時候 我們又看到就是說 其實剩下的東西都是無因次的 都是無因次的 就是這個 這邊應該 我把它改成用起來 就是這個PB 這個PB B因為是體積的單位 所以PB除以RT 就跟PB除以RT一樣是無因次的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 我把它叫做大B 然後這個東西 PA除以RT平方 這個東西也是無因次的 我把它叫做大A 然後這個就叫做大A 這邊我少寫了一項 好 千 趕快長起來怪怪的 所以它變A B 其中的這個A 就是PA除上RT的平方 B呢 是PB除上RT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就α會等於負的 這個E加B嘛 對不對 然後β呢 就是A γ呢 就是負AB 所以你就會在課本的這個table這邊 發現這邊就是負的E加B 然後這個是A 這邊應該是負的A B這樣 少了一個負號 對負的A B 這樣 那你一樣的工作可以對SRK做 那你就可以把這三個填出來 那你可以對Pen Robinson做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三個填下來 這樣 那這個就請你當成回家作業自己做做看 就是這個 我把它換 你就把其他狀態方式試試看 我是希望你至少要試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這個 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我們以後用到的比較多 所以你去練習它 你會有一定的熟悉度 這樣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再跟我討論 好 我們現在會進入那個 抱歉 比較工程一點的部分 就是所謂工程一點的部分 就是熱力學裡面比較工程一點的部分 指的就是它其實計算比較多 跟那個物理的就是熱力學的那個規則 比較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這個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東西 主要是要讓我們把這個熱力學性質給算出來 特別是真實物質的熱力學性質給算出來 那這邊的練習題很多都是就是算真正的流體 就是非理想氣體 就是非理想氣體 它的物性的變化 它的熱力學性質的變化 那這個裡面會 我希望你不要用手算 那我會 我們今天講完以後 我會提供各位一個 Excel 檔 那那個 Excel 檔呢 我是 我是用這個 Vanderer equation of state 寫的 就是如果你是Vanderer equation of state 你把那個物質的參入輸進去之後 它就把熱力學性質全部都算好 那你要做一件事 可是我勾的習題呢 全部都是另外一個 PR equation of state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我這個 Excel 檔呢 改成PR equation of state 可以用 那你知道原則的話 你就知道在哪裡改改改改改 把它改完以後就好 然後你這個 homework 最好就是 用 Excel 去做 你不要用手做 因為你 你用手做的話 會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你要 Excel 的話就是把 等一下我們會講大概怎麼算 你就把那個物質的一些 固定的參入輸進去 你要的資料就會全部都跑出來 就大概只花個幾秒鐘就做完了 所以你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了解 怎麼樣在 Excel 裡面去做 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的 這個性質計算 是比較有意義的 大家都會用 Excel 吧 好 對吧 而且你們以後做實驗數據處理 應該是都用 Excel 吧 不是 是吧 應該是吧 我的理解就是我們單操實驗都用 Excel 做數據分析 所以你可以說 那你喜歡用 MATLAB 有些同學上完 上 MATLAB 你想要用 MATLAB 也可以 所以你不一定要 你上過有 C++ 的同學 你也可以用 C++ 當成一個練習這樣 那個程式的運用在工程裡面越來越重要 所以你早一點開始習慣讓自己用這些軟體的話就 你做事會比較有效率 那我們以前都是用紙筆 那主要是因為考試 可是考試你大概就畢業之後 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解決問題還是比較重要 善用這些工具 對於你這個解決 複雜問題會很有幫助 好 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現在在講說我想要算這個熱力學性質的變化 最重要就是根據低定律有這個內能 這個能量守恆 我們可以算出內能的變化 然後根據第二定律 我可以算出商的變化 它是 entropy 的 balance 那我們之前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說服大家說 你要算這兩個東西 其實你只需要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理想氣體的 氣 capacity 看是CP還是CV 那這兩個只差一個R 對不對 我只需要知道這個 然後再加上這個PVT之間的關係 我只要知道這兩件事情 就所有的 所有熱力學性質的變化 就都可以算出來了 這樣 對不對 這個你要有這個信念 然後你在算的時候你就知道 什麼東西應該是可以被算出來的 你要找到什麼樣的訊息 才讓你把你想要算的東西 把它算出來 好 那這個 這個理想氣體的氣 capacity呢 你可以用估算的嘛 就是讓它的自由度 看它是3R 或是5R 或是6R 或是2R 再加上一些溫度的修正 那你這個可以從課本的後面的 appendix查表 查到這個溫度修正的值 對不對 那個polynomial的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大部分的題目 都會直接告訴你是多少 要沒有給的話 你在真實的世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去查表 查不到的話你就 我們物化課也會教你怎麼樣做計算 那你用算 這真的比較麻煩的是這個PVT的狀態方程式 比較麻煩的是PVT的狀態方程式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第六個topic 就是告訴各位這個PVT狀態方程式長什麼樣 那我們上次提到一種 大家現在把這個PVT狀態方程式 寫成的樣子 就是把它寫成 這個體積是壓力跟溫度的函數 叫volumetric equation of state 那我們這門課會講的兩個 volumetric equation of state 一個是Vanderois 然後一個就是Pen Robinson 那這兩個你知道 我在這門課結束之前要會背下來 就這兩個你應該要知道它怎麼寫 以後至少要會插表這樣 看著書知道它是什麼一回事 那Vanderois equation of state裡面 只有兩個參數A跟B 而且這兩個參數對於 就是特定的物質它是固定的值 像氧氣你可以找到氧氣的A跟B 氮氣你可以找到氮氣的A跟B 水你可以找到水的A跟B 甲烷甲醇就是 就是每個物質它都有它的A跟B的這個數 那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它稍微複雜一點 它的A變成溫度的參數 溫度的函數 然後它的這個B跟上面的Vanderois equation of state 很類似 是不是長這樣 還是B乘 這個我自己也忘了 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寫錯 B乘上V-B 這邊寫錯了 然後我們說這種 為什麼它叫Volumetric equation of state 因為它們都可以變成 都可以把它寫成這個V的多項式 而且這兩個都可以寫成是三次式 V的三次式 它們都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它們都可以變成這樣 我把這邊加一個Prime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 就成那個 讓 定義一個東西叫Z Compressibility 它是PV出來 就讓它變成無音次化 那這個式子就會變成這樣 Z三方加αZ 三方加βZ 加加Σ 那其中的這個α β跟γ呢 都會是T P 還有這個 A跟B的函數 β也是一樣 還有γ也是一樣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 數學上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在給定溫度壓力下 對某個物質 我都可以把它αβγ 給算出來 我可以把它αβγ 給算出來 那算出來以後 可以帶到這個式子 然後我去解一個三次式 Z就被我解出來 解出Z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解出這個末爾體積的意思 因為在溫度壓力給以後 我有Z 就是我有molar volume的意思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在幹嘛呢 就是你在想的是 我們在看的是這個 這個是PVT的這個圖 如果在溫度很高的時候 它應該是接近理想氣體 在溫度低的時候 這個會變這樣 溫度再低就變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我在給定溫度跟壓力底下的意思是什麼 我給定溫度就是 我給定 我選擇某一條這個等溫線 這叫給定溫度嘛 對不對 然後我在給定壓力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假設我給這個壓力 那我就要找這個點 這個就是我的體積嘛 這樣我就在給定溫度跟某個壓力下 找到這個體積 那我是怎麼找呢 是透過解這個三次式 找到這個體積的 那如果我的壓力給在這 我可能就找到這個體積 那如果我的壓力給在這 我就會找到三個體積 這樣就會有三個根 那如果有時候我會找到兩個根 就找到這兩個根 這樣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這個東西 這樣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為什麼不要直接去解 直接解這個式子也可以對不對 反正我就是給T跟P AB知道然後我就去解V 你直接從這裡解是不是也是可以 對吧 那可是為什麼要走這一條路呢 是因為後面我們還要算其他的性質 那照著這一個做法做的話 就是所有的性質都可以被算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比較工程 我是講的比較工程就是 我們會告訴你一套 就是有系統的計算方法 然後你可以把你要的性質全部都算出來 可是你不一定一定要照這個做法做 知道嗎 就是 可是這個現在就是大家約定俗成 大家都這樣做 在電腦裡面的做法也都是這樣 你就照這個按部糾班的 你把電腦程式寫好 就所有東西都可以被算出來 所以我告訴大家是這樣 可是它並沒有什麼特 就是沒有 後面沒有什麼秘密在裡面 其實你有了溫度壓力AB之後 本來解一個這個式子 就只有一個位之數而已 你就可以把體積解出來 你可以用其他任何方法來解這樣 好到目前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 對 對 一講的東西 好 那到我們真正要能夠用這個狀態方程式 我還插 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A跟B對不對 可是我應該要知道這個物質的A跟B是多少 然後我才可以真的用這個狀態方程式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對一個物質來說 我怎麼去找到它的這個A跟B chemical 然後我們以這個Vanual Equational Stage 做例子來說好了 你覺得你要怎麼樣去找到 比方這個水的A跟B這兩個參數 你可以做什麼東西 當然你不能 也許不能憑空想像 要做一點實驗 對不對 你去做了什麼實驗之後 你可能可以把A跟B找出來 要做哪一種實驗 然後你可以把A跟B找出來 這你一定要做一點實驗嘛 你不太可能用想 那你之後學了物化跟統計力學之後 也許你可以用別的方法把A跟B找出來 不過我們現在講的是傳統的方法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狀態方程式 裡面有兩個未定參數A跟B 那針對每個物質它都有不同的這個AB的值 請問我要做什麼實驗可以把AB找出來 好 可以講大聲一點 加熱它然後呢 然後 要量什麼數據 量P跟V P跟V 所以我就去做實驗對不對 量一個這個 就是 我假設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比方我就有一個cylinder 它裡面就 充滿了這個存物質對不對 然後我去量它的溫度 這邊有一個溫度計 然後這邊有一個壓力計 我去量這個的體積嘛 這個volume 這個體積是知道的 就是看它這個高度在多少 這cylinder的截面半徑這邊 截面機知道 看這個高度是多少 我就知道這個體積嘛 我衝進去的量我要先知道 所以我是不是用一個像這樣的設備 我可以去量出 我可以量P T跟V之間的關係 我可以量好幾個點 那這件事情是在幹嘛呢 這件事情就是在 假設我先用恆溫的方式 那我就是去量出一條線嘛 就是量出這個 量出這個線 對不對 然後 我又可以換一個溫度 我再量 可能變這樣 我再換一個溫度 我再量就變這樣 是不是這樣 這是線上有我量出來的點 對不對 這個圈圈是我做實驗量出來的點 是不是這樣 請問我量完 我做完這個實驗 這個可能你們做物化實驗 不知道會不會做這個 做完這個實驗以後 怎麼樣決定A跟B 就是用那個公式嘛 就是P等於RT 數上V減B減A 數上V平方嘛 那我現在有一大堆 假設我有30組數據 對不對 我有30組數據 然後要符合 希望他們都符合這個關係式嘛 那請問A跟B要怎麼找出來 對這個回歸的話是 是沒有錯啦 那這個就是各位在做那個叫什麼 叫做 Regression嗎 還是就是 你們在做直線的那個 叫Least Square Feet的方法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第二 有一種比較科學一點的方法 科學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去算那個誤差總和 你去算它的叫做 Mean Square Deviation 你把它Mean Square Deviation算出來 什麼叫做Mean Square Deviation呢 你把那個實驗的壓力 對不對 減掉計算的壓力 計算的壓力就是RT V減B 加A V平方的平方 然後你看你有幾個點 這個是我的實驗點 對不對 這個I的E 然後我看我有總共30筆資料 是不是 然後你就說那我要調整AB 讓我的這個最小 因為這一個 這個東西是AB的函數 是不是這樣 這是比較科學一點的方法做 就是我可以找到 一組A跟B讓我能夠讓 我這個狀態方程式能夠盡量去 這個fit我的實驗Data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比較科學一點 對啊 好 那這個 這個往下要怎麼做 這個是對的方法 那可是這個往下要怎麼做 怎麼找到A跟B 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要找A跟B讓這個答最小 所以你要找一個函數的最小值 所以你要怎麼做 對 所以這個角色叫做 mean square deviation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所以A等於0 這樣有一道式子對不對 然後你的第二道式子是 這樣是你的第二道式子 所以你有兩個式子你就可以解出A跟B 這個是標準做法 這是標準做法 好 可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是 不是這個做法 對 因為這個對流體來說 我們關心的點 可能不太一樣 就這個是對的做法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那就是整個項圖 就會大概跟你的這個實驗的量測會一致 會一致這樣 可是這種做法的缺點 有一點小缺點就是 你的data量在哪裡 你的狀態方程式盡量就會貼近你量的data 假設你都量的是很理想氣體 對不對 你的那個AB參數就會讓這邊的比較準 然後這邊下面就比較不準 那你量的這個data都在這邊 其他地方沒有 那你的狀態方程式就這邊比較準 其他地方比較不準 對不對 因為這個做出來的AB就會讓你量到 有實驗資料的地方比較準 其他地方就相對可能沒那麼準 可是對於這個 一般流體來說 我們都知道它有一個特異的點 就是它的 大家都有的 就是那個臨界點 這個P P這個項圖上面 會有一個點大家都有 就是 critical volume 這是critical pressure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critical的這個temperature 這是TC 這邊應該剛好是 一個那個 我不知道怎麼畫比較好 就是它剛好 那個反區點跟 跟那個一次微分的點 剛好連在一起 這樣 那這個這上去呢 就是都 都是類似雙曲線 那這個溫度下來之後呢 就會開始有 有這樣 有皺褶 所以上面這個是 T大於TC 上面是T小於TC 就是那個 流體 就氣體跟液體呢 它會有這個 這個特別的critical point 它會有這個特別的critical point 那我們可不可以利用這個critical point 來幫我找到那個A跟B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做實驗就相對簡單 那邊我要做30組資料 或是更多 然後做fitting 這邊呢 我只要去找到 臨界點在哪裡就好 那你如果看這個線 這個線 我會知道在這個臨界溫度以上 以上 你看你剛剛這個是不是就是那個 partial v partial p partial v 在定溫的時候 這個都是負的嘛 小於0 對吧 在這個臨界溫度以上 是不是 對吧 在這邊 那如果在臨界溫度以下 就會發現 它有機會變成是0 一階為分 有可能是0 還有呢 二階為分也有可能是0 會有一個反區點 會有一個 maxima 一個minimum 然後會有一個inflection point 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 這個有可能是 有這個的點 也有 對不對 會有這個點的位置 那所以在臨界點上 那在臨界點這個位置 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這個一次為分 二次為分 這個在定溫下 會重合 而且都是等於0 對不對 在臨界點上 會找到這個點 tc跟pc 在這個溫度壓力下 我會找到這個點 那這個剛好也提供了兩個 兩個這個方乘式 對不對 這樣也提供兩個方乘式 就是這個等於0 會提供一個方乘式 這個東西二次為分等於0 提供第二個方乘式 是不是這樣 那我可以用兩個方乘式 就得到兩個解 就得到A跟B 這樣 所以我這個 這個把它寫清楚的話 就是 這兩個點 是這個一接為分 這兩個點 是這個一接為分等於0 那這個反曲點是 二接為分等於0 然後這三個點會在 在那個0界點上重合 是不是這樣 那我就可以用 這一個 他們在0界點上重合 就在tc、pc 如果不是在0界點的話 這三個點的壓力不會一樣 對不對 在0界點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這三個壓力也都一樣 所以這三個點在 會在同樣的溫度壓力下看到 是不是這樣 這一個做法是現在比較常做的 現在大家比較常走的做法 就是走這個 這個也是對的 這個也是對的 不過大家比較沒有這樣子用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用這個 Vanderthal equation of state 這件事情會變怎麼樣 所以我那個homework有一題就是 你把這件事 我現在用Vanderthal equation of state示範 然後homework有一個就是把這個換成 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然後你再試一次這樣 好 那因為它是P等於RT V減B減A 加上V平方 對不對 然後在0界點上 然後我要去算這個吧 一接微分二接微分 所以我就去算 這個partialP partialV 我先算partialP partialV是什麼 橫溫 P對V微分這樣 那這個微分會變什麼呢 這個第一項微分就變成 負的V減B的平方 分之一嘛 然後RT 是這樣 然後這一項呢 變成加B的三方 然後應該加兩倍的V三方 2A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呢 在0界點上要等於0 所以在0界點上的話就變成 這個RTC 然後這個V就要變VC 再加2AVC的三方分之一 是不是這樣 好像少了一個負 這邊應該有個負 這邊應該有個負 然後我再做二次微分 就會等於上面的這個再微分一次 這個再微分一次 那就變成正2的 2RT 然後這邊是V減B的三方 是不是這樣 然後這邊呢 會變成 減掉 6A 然後V的四四方 是這樣 那如果在0界點上面的話呢 這個就變成 2倍的RTC 然後VC-B的三方 減掉6倍的A VC的四次方 這個怎麼樣往下解比較好呢 這也稍微移向一下 這邊變成是RTC VC-B的平方 會等於2A VC的三方 對不對 現在後面是數學 所以你只要 再練習一下可能就會 RTC 然後VC-B的三方 會等於6A VC的四次方 你說把四次這樣寫 你會傾向怎麼做 接下來 這兩四給它除一除 對不對 你把兩四除一除 A就不見了 對不對 A就不見就叫B了 是不是 是吧 所以你把這兩四除一除 會變成什麼 我又把這個 這個除它 的話會變成 RTC 會全部除掉 上面會變成E 底下會變成2 然後VC-B的一次方 那這邊會變成 這個 剩下一個2 然後這邊剩下3 再除上VC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吧 你這邊把它整理整理 你這邊把它整理整理 把它整理整理 就會得到 這個 B等於多少 把它整理完以後 就會得到B會等於 3分之VC 然後B等於3分之1VC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 你就帶任何一個式子進去 A就解出來了嘛 對 你帶進去以後 你會得到A等於8分之9的VCRTC這樣 好 那你再把這個A跟B喔 帶進去 那你再把這個A跟B喔 我們可以去算 我們可以去算那個 就是PC 跟其他的這個 臨界性質的關係 它會變成RTC 然後VC-B 對不對 -A 除上這個VC的平方 就是這樣 這個是原來的狀態方程式嘛 然後只不過在臨界點上面 那你現在把A跟B都放進來 跟B放進來 你放進來以後 整理整理你會得到什麼呢 你會得到這個 它會等於這個 PC會等於這個 8分之3的這個 RTC除上VC 那你有這個以後 你就會發現那個 這個 所有的那個 Vandua的 符合這個Vandua Equational State的 流體 它的 臨界的Compressibility Factor 其實是都一樣的 因為這個會等於PC 然後VC 除上R TC嘛 那你把這個一向過來 RTC除下來 你就會發現它是3除以8 就是所有的 符合這個狀態方程式的流體 它在Critical Point的那個 Compressibility Factor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就是 8分之3 8分之3 這個與40不太符合 8分之3是多少 0.2 0.375 0.375 0.375 那這個與40其實不太符合的 就是真正的流體的 那個 在Critical Point上面的 Compressibility 其實是都不一樣 而且範圍其實 離0.375 還有一點遠 大概是0.2幾 21 23 24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Vandua Equational State 其實不是這麼準 所以才會 工程上都不太用這個 它不是很準 不過 你不要小看它 你要是拿諾貝爾獎的 這是拿諾貝爾獎的一個公式 這拿諾貝爾獎的公式 這個讓我們對這個物質的了解 往前進了一大步 的一個重要公式 就是我現在有A跟B之後 然後我把A跟B放回 這個原來的 這個Equational State裡面 這樣子可以發現一個 我現在有點忘記 應該怎麼放 A等於 我現在有點忘記 應該怎麼放 不過 如果 我現在有點忘記怎麼放 不過可能是 直接 如果直接放 不知道會怎麼樣 就是我直接把這個RT V V-B的話 就是VC除上3 然後再 減掉A是八分之九的 這個VCRTC 再除上 這個V的平方 是不是這樣做比較好 我想一下 好像這樣做 這個你往下做應該也是可以 就是 我想要達成的目標其實是這樣 我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做好了 Define 我們來定義這個無因次的變量 叫做reduce property 我們來定義這個叫reduce property 什麼叫reduce property 就是reduce pressure是 定義成P除上PC reduce的temperature是T除上TC reduce的volume是這個V除上VC 所以所有原來的那個性質 就是P呢就會變成reduce the pressure 乘上critical pressure 所以我原來的狀態方程式就會 像那個P呢就會變成PR乘上PC 對不對 會等於R T就變成TR乘上TC 然後這個呢V呢就會變成VR乘上VC 減B 會減掉A 然後這個 VRVC的平方 這個東西也是一樣你要經過一段計算 計算完了以後會發現一件很神奇的就是你要A B把它帶進去之後 然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這個Equation可以變成這樣 就是A跟B不見然後Critical Point都不見 就是會發生一件神奇的結果 發現一件神奇的結果 就是我們那個Vandware Equation of State 對 經過了這樣子的代換之後 會 跟物質有關的 所有參數都不見 所以跟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各位覺得 就是我如果把 我定義有一個東西叫Reduce的Property Reduce Pressure Reduce Temperature 跟Reduce 這個Volume 然後我帶入Vandware Equation of State裡面去 最後我會得到 這個不是T 最後我會得到一個 這個Equation of State 裡面都是這些Reduce Properties 然後沒有任何一個跟物質有關的參數 像我原來的這個Vandware Equation of State裡面 就有物質相關的參數A跟B 你要知道A跟B 然後你才可以知道PVT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式子呢 並沒有任何跟物質有關的參數 也就是這個Equation of State 應該要適用於所有的物質 對不對 這個Equation of State 應該要適用於所有物質 所以這個狀態方程式有一個名字叫做 這個叫Generalized Equation of State 就是它是一個跟物質沒有關係 所有物質都應該follow同樣的狀態方程式 物理學家最喜歡 就是所有東西都長成一個樣子 對不對 F等於MA也是這樣啊 所有物質都要 都遵守F等於MA啊 OK 那這個 這個的結果 也是一個 這個 一個 這個定律的 這個 來源 這個叫 The Law of Corresponding State 或是Principal 這個可能不叫Law 我覺得它比較像Principal 因為它不完全是對的 就是這個結果告訴我說 在相同的Reduce的這個State下 在相同的ReduceState下 在相同的ReduceState下 所有的物質的ReduceProperty都一樣 因為它們就在同一個態上 所以這個的說法是 我把它寫來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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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我用reduce the property來看物質的話 他們就都長得一樣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像說我們班的同學 每個人這個身高體重可能都不一樣 可是如果我把每個人的身體 我們去看那個比例 就是頭的大小在身體的比例 手的長在身體的比例 但每個人看起來就都差不多 這個就是corresponding state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把它reduce看以後 這個就是身體內部的這個比例 看起來每個人是差不多的 我看絕對值是大家都不一樣 有些人身高很高 手很長 腳很長 有些人比較短 可是如果我看比例的話 那個比例是大家都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corresponding state的意思就是我看那個比例的話是大家都差不多 好吧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corresponding state 他告訴我們就是說如果我知道流體的臨界點在哪裡的話 那我應該就可以根據這個狀態方程式去算出它所有的熱力學性質 或是說我其實只要算這個物質的 只要根據這個來算出流體的熱力學性質 其實我所有的流體的熱力學性質就全部被算完了 因為我只要在乘上每個物質的TCPC跟這個VC 其實它的熱力學性質就被算完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principle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 可是問題就是那個它不是很準 它問題就是它不是很準 所以我們要再做一點修正 再做一點修正 就是說如果根據這個 principle principle of corresponding state 就是根據這個來說的話 那我的這個 我的compressibility factor 會變成這個 你可以把它變成這個 這是pr乘上pc嘛 那這是vr乘上vc 這是r 然後tr乘上tc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 然後可以把這個pc vc tc跟r 會變成vc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乘上pr pr 所以這個呢 這個是 這個就是那個 根據 如果根據上面那個式子的話 這個是所有人都長得一樣 對不對 那每個人的不一樣的 的東西是不是只剩下這個 的東西是不是只剩下這個 如果是這個 這個 如果是根據vandler equation of state的話 如果是vandler equation of state 這個呢 是好像是3除上p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會是tr跟pr的函數 某種函數 某種函數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 你的這個 z呢 只要在 那個 給定 某個reduce temperature 跟pressure 你的z就被決定 那不過事實上呢 這個人應該是不一樣 所以in general 所以 正常來說 這個z呢 應該會是 pr pr 還有zc的函數 正常來說 應該這樣子會比較準 正常來說 是比較準 不過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實務上 這樣子做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把zc 給換掉 就是我不要用這個 0.375 放在這 然後後面還是用vaneuval equation of state 就這個做法有一點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zc通常沒有辦法知道很精確 為什麼這個 這個vc的精確度比較難知道呢 因為這個 vc是比較難量的 就是體積 就是體積的 兩側的誤差會比較大 tc跟pc都有 那個 比較好的精確度的那個設備來量 可是vc沒有 所以 一個化學家叫pizer 他就建議 他就建議了 我們不要用這個zc 我們來用另外一個 東西叫eccentric vector 這個叫omega 這個叫omega 來 來 用在描述狀態方程式 也就是我的這個 compressibility factor 讓它變成是這個 tr pr 跟這個omega的函數 所以那個omega是什麼呢 中文好像叫做偏心因子 那可是他的 他在 實驗上面他量測的方法是用蒸氣壓去決定 實驗上他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eccentric factor呢 把它定義成 -1-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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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去看他的蒸氣啊 在 t等於 tr等於0.7 那時候的值 除上pc 這個 這個其實是就是pvac的r對不對 在tr等於0.7 其實他是這樣意思 對吧 p除上pc就是pr 就reduce the pressure 然後我是要看蒸氣啊 在tr等於0.7 這實驗上是這樣量的啦 就是去找 在reduce temperature等於0.7的時候的蒸氣啊 那你就把它除上它臨界壓力 然後取log 然後再用1-1去減它 得到的就是這個omega vap寫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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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p pressure 對寫錯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選在tr等於0.7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溫度就會 這個會接近這個 就normal boiling temperature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normal boiling temperature 除上這個 會大概等於0.7 也就是說你只要去長 就是長壓一下 你去量它的廢點 那就 就會很接近啦 就是在那個時候的蒸氣壓 你在那邊附近找找看那個 蒸氣壓是多少 然後去做這個計算這樣 所以我們的狀態方程是 因為引入了這個 概念之後就會變成有 三個 三個這個參數 就會變成有三個參數 所以像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就會變成這樣 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像我們是說 它是 P等於RTB-B-A 那這是溫度的函數 那這個 這個A是溫度的函數 是長什麼樣子呢 它會長成 0.0.45724 我們這樣R PC的平方 出身上PC 再加上一個αT 然後這個B呢 會變成 0.0778 0 RPC 出身上PC 就是如果 你對這個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去做 剛剛那一件事情 就這個希望你回去練習 就是你對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去做這件事 在TC 跟PC 然後2次是PC 跟PC 等於0 你如果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得到就是A 在TC的時候 是什麼 然後B會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就會是誰呢 就是這個 A你發現它就是它 A的這個 就是這一塊 這個就是它 然後B的這個 給它 畫成T型好了 就會是這一塊 這樣 就是你回去練習一下 你對這個狀態方程式 然後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 因為在TC下 A是一個定值嘛 在TC下A是一個定值嘛 你給併溫度 A就變一個定值 然後你就會發現 那我倒倒倒倒 倒出來A會長這樣 倒出來B會長這樣 接著呢 他說 那我要讓A是溫度的函數 那要怎麼辦 就是A在TC下的時候 是一個定值 那A在其他溫度下要怎麼辦呢 那他就變成說 A在其他溫度下的值 是A在TC下的值 再乘上一個溫度修正係數 那這個溫度修正係數呢 就可以利用 剛剛Pisser建議的這個 Accentric Factor來用 那所以這個溫度修正係數 就會等於這個 E再加上Cappa的 E減掉 更號的Tr 的這個平方 其中的 所以這邊裡面只有一個參數 就是Cappa 那這個Cappa呢會等於什麼呢 0.37464 再1.54226 Omega 0.26992Omega 不過要告訴你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是後來別人怎麼樣 像Pen Robinson Equational State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 放到 狀態方程式裡面 把這個Centry Factor放進來 的方法 對 他還是要遵守這個嘛 這個還是要對 然後可是呢 因為我讓我的溫度 讓我的這個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讓它變成溫度的函數 就是讓它是臨界點的A呢 再加上一個溫度修正 然後這個溫度修正裡面 就會有Centric Factor 可是你要問的可能是說 那我這個溫度修正的式子 為什麼要長這樣 為什麼會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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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我上次以後大概講了一下 這個全部都是這個 猜出來的 那全部都猜出來的 結果它其實沒有什麼 特別的道理 就是猜出來 不過這個式子呢 會在這個 會有一些邊界條件 你希望它遵守 會有一些邊界條件 你希望遵守 就是這個 比方說這個 這個αT應該在TC的時候 只要變成1嘛 對不對 然後在溫度很高的時候 你會希望這個αT會越來越小 它會接近理想氣體 但你希望這個 你會希望這個αT跟溫度有一定的behavior 可是它為什麼要長這個樣子 就是猜的 所以我想說這個 我們現在教的這個是比較工程一點 並沒有很深奧的道理在裡面 它就很多是try出來的 對 你說覺得這種做法 不是很令人覺得滿意的話 其實這個科學還有別的發展 這個是比較工程的做法 有比較理論的做法 那就要走到這個統計力學 從那個力學那邊去 或是這個分子模擬 所以會有比較好的做法 不過工程上這個是滿好用的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現在講的告訴各位 主要就是說我怎麼樣把這個A跟B算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告訴各位 就是A跟B是怎麼算出來的 對這個Vendor equation of state A跟B的算的方法 就是你需要知道這個TC跟PC 或是或TC跟VC 或這個PC跟VC 就任何知道兩個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就可以得到這個 那對於這個 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的話 我怎麼樣得到AB這兩個參數呢 我就需要知道TCPC還有一個是Omega 是不是 對吧 我這個式子裡面 我這個式子裡面就有TCPC 然後αT裡面有一個Omega 所以課本上面有一個表 我看一下是表 一個table6.6之一 要麻煩各位去看一下 課本的table6.6之一 就是有一個這個就是 這個chemical 就是什麼 甲碗 乙碗 甲醇 乙醇這些 然後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表 是TC 然後PC Omega 所以一般在用 這個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的時候 就是你要先去看table6.6之一 然後把它的這個直查出來 然後帶進去你就會有 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狀態方程式 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用Venor equation of state 你只需要知道TCPC 那你就可以得到AB 那你就可以用Venor equation of state 實際上用法是這樣子 好 所以講到這邊的話呢 就是 應該對於就是 real fluid 我們都會有它的 狀態方程式 對不對 所以 現在我們有的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講到這邊 就是 就是 只要你有TCPC Omega 那個物質的TCPC Omega 我就會有它的PVT的狀態方程式 而且Pen 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就是它算是蠻準的 在工程上就夠 夠準可以用的狀態方程式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的缺少的這兩個東西 就這個跟這個 其實就全部都被解決了 就對大部分流體來說 我們就有這個跟這個 所以下一步是什麼呢 所以下一步是什麼 所以下一步就可以去算這個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下一步就是算這個啊 不然我們講這個這麼的型軌要幹嘛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嘛 謝謝 謝謝 好